塔斯社8日报道称 因该国民用客机被北约战机当作掩护 塞尔维亚将正式要求向官方提供信息 当地时间7日 塞尔维亚总统伍七奇在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节目上表示 根据报告 一架疑似属于北约国家的战斗机利用塞尔维亚民航飞机进入了俄罗斯领空 报告显示 是俄方空管向塞方发出的警告 就此 武器齐表示 塞尔维亚将正式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 同时要求北约提供相关信息 报道称 武器齐宣读了一份报告 该报告来自从俄罗斯莫斯科飞往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航班上的一名飞行员 报告称 一架疑似属于北约国家的战斗机在塞尔维亚航空公司的一架民航飞机的机腹下飞行 报告称 在俄罗斯与拉图维亚边境附近 俄罗斯空中交通管制员警告我们 有一架未知的军用飞机在我们的飞机周围移动 要求我们对其进行目视识别 并向他们提交数据 报告显示 显然一架北约飞机进入了俄罗斯领空 就在我们航班下一公里出飞行 对此 武器齐表示 塞尔维亚8日将要求俄罗斯提供更多信息 同时要求北约提供相关信息 我们将看到是谁自作聪明 用其战斗机给民航飞机制造危险 这也许是一个意外 如果是这样就最好了 我们有这架战斗机出现的确切坐标